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13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日的時間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9月11日 今年是甲晨年 這一節要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時事 話說早前 在連鎖 萬寧店鋪爆發了便衣保安 懷疑襲擊 是一個 是屢顧客的事件 好了 早前就已經 被揭露 說這個 便衣保安死不悔改 那頭 萬寧的公關公司 出來 就說已經處理 又聯絡了受害者 但是轉頭 就被 傳媒發現 在相關的店舖 仍然有 便衣 便衣保安 根本這些便衣保安就是 肯定是警察 即是說 肯定是當警察 好了 那麼真的隨便拍張照 你也能夠看到 是那股叫做警察 氣味的 這一節要跟大家揭露 是這些叫做保安工會 更加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 是死雞撐煩蓋 更加 是保安局上身 保安工會變成了保安局 個個當聰自己 是鄧炳強的 所以這件事 保安工會出來所謂 繼續澄清 其實出來是死撐 死撐之後更加引起 更多的憤怒 我們先來講講到底保安工會出來怎麼說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保安工會也出來為 相關 便衣保安辯護 保安工會就說 便衣保安如果有懷疑 有店舖盜視的案件 可以用最低武力 避免涉事人逃走 有字體敵人跌路 100元的分店 相關的分店和其他分店和別的아at 有自助付款機 就有反對部份 立法會議員ć 出來幫 店舖 辯護的 又說現在 店舖盜竊的 數字上升 所以 商戶為了要保障財物 所以安排便衣保安 無可厚非 然後又說 他們的角色應該只是制止這種情況 尤其是用武力都說要留心 應該發現到懷疑的時候 就要通知警察 這段是正確的 無無可厚非 就要視乎你到底請便衣保安 你想做甚麼 是不是 便衣保安可以無法無天 這些便衣保安的案件 其實絕對不是第一宗 但是這次就是引起大量市民不滿 這個叫做 保安工會 就說 他們接受訓練的 訓練內容是不相同的 跟一般的保安 一般保安 就是 負責 是一個物業的管理 他說便衣保安 是擺明要針對性去進行拘捕行動 是專門去捉納 是偷竊的人 好了 我覺得其實這樣的辯解法也是等於沒有辯解過 其實很簡單 雖然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便衣保安的功能就是要為了制止盜竊案 發生 還有發生了盜竊案之後 是避免那個人拔足而逃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 制止一個人拔足而逃 和你自己濫用武力 是徹底兩件事 因為看回萬寧那個案件 其實 你也可以推測 那個女受害者基本上 肯定不是 拔足而逃的兇徒 好了 在這樣的案件裏面 我就算 當那個女事主 我當他真的是盜竊的嫌疑犯 其實你大可以 叫停他 叫他不要離開 我懷疑你跟盜竊案有關 希望你可以回到店舖 好了 根本整個投訴就不是在於 那個店舖是不是請便衣保安摸口飛的問題 所以根本這個說法 完全 不是對正 這個題目是來辯論的 這個辯論從來都沒有人說 你請便衣保安 就一定是不對 根本也沒有人這樣說過 而是在說 香港的便衣保安 無法無天 這個是不是好笑呀 其實跟2019年罵警暴就差不多了 什麼時候跟你說這個世界可以摸警人 但是 沒有人跟你說警察可以為所欲為 那麼簡單 你就分不了 他不是分不了 有時是為了辯護而辯護 即是說明知 焦點根本不是那樣東西的 然後就是偷換概念 根本就是如果你懷疑那個人犯法 如果你沒有任何 顯示那個人想拔捉而逃 甚至乎是想 把所有想捉他的人 都 劈低 其實你是沒有任何的權利 沒有任何的權力去進行 執法拘捕的 說一般 你並非 紀律部隊 並非執法人員 你只有一種權利可以使用 就叫做公民拘捕權 公民拘捕權 其實很簡單 就是看到 有明顯的犯罪行為 然後作為一個公民 行駛公民拘捕 如果你不是行駛公民拘捕權 你就是會犯上官非 你就是等於 會犯上普通襲擊 非法禁錮 就是這麼簡單 邏輯很簡單 如果任何人說一句懷疑你犯法 現在就禁你到地上 那麼 街頭的MMA案件 就不會告你公眾地方打鬥 還有行為不檢 還有襲擊 是不是 你每次都說我懷疑你犯法 我不用看 先禁你到地上 先禁你到地上 如果隨隨便便說我做保安就可以這樣做 那就是拿正牌可以犯法 就算警察也不行啦 警察也要說明我現在是警察 懷疑你和案件有關 但現在我們將你拘捕 連警察 在行駛武力之前 最低限度也要說上述說話 你便衣保安 又不用說你是誰 我作為 一個路人 一個顧客消費者 我無緣無故被身份不明的人 正常來說 你這次 那個女生不懂反抗 你能夠反抗一個武術高手 真是兜爭批在你身上 我也不知道你是甚麼事 又不知道你是否老粒還是暗殺 當然 他這樣做也可能輪到他被人告 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 根本你是在針對 當日那個女顧客 其實你 就是看到 她 是無力反抗 其實 典型香港的差婆 見人就欺負 好吃的就吃 不吃的就任由她 典型的惡棍行為 其實你根本絕對可以先叫停 如果她沒有以停低 不足而逃 最低限度這樣 就構成了 可能 是逃亡 所以也提醒大家 真的 理論上你無端端抓住一個 在跑的人 跑可以有很多原因 你也不要覺得他跑就代表他一定 是犯罪者 因為你這樣做 你去飛撲按下他 你隨時 是可以犯上刑事罪行的 所以 不是十拿九穩 也應該小心 畢竟 香港地 就是地方小 他真的叫做投資夭夭的機會 其實是偏低的 我相信當然 這種案件 投訴 就不是在於 他誤判 對方犯罪那麼簡單 而是根本 是有此無恐 即是說可能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都沒有 被對方 在網上投訴 然後 引來 社會公分 而這次就是引爆全民 對這件事 的不滿 我也不相信這次那兩個 女保安 是會對著恐武有力 的罕匪 是會夠膽出手的 所以 請保安公會不要出來再死撐了 你不是保安局 現在保安公會也當正自己是保安局 好 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了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記得真的謹守崗位 我們也沒有鬆懈過 天天繼續和大家做節目 提醒大家 記得11月初 11月 3日我們亡聚 然後4月5月6日 就是 格拉斯哥的活動 即是連續幾天 好 我們今節時間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問一下 我會有很多錢 但我會不會有很多錢 請問一下